远见杂志最近公布了2018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 其中进一大学以优异表现脱颖而出 进入全国前30强 名次要进幅度为全国第一 或颁了最佳进步奖 同时名列文法商类大学全国第九 私校第五名与清大全大等校 并列为六所具超强特色大学 办学绩效令人惊艳 主持人依需畅明颁发奖项 肯定各大专院校的办学绩效 众所瞩目的远见杂志2018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 这天成绩揭晓 其中建议大学优异的表现脱颖而出 进入全国前30强 名次跃进幅度全国第一 获班最佳进步奖 今天很难得有这么一个盛会 全台湾最重要的最杰出的这些 教育界的领袖都出现在这 第二 我们可以说 这个Knowledge Dancing 在这里是最高的 我们这次得最佳进步奖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校友 杰出的表现 跟我们所有老师们 无私的付出跟奉献 我们的所有的教学 都是以三个H来做的 第一个H是Hard 第二个H是Hand 第三个Hand 我们用爱去感动 我们用心去思考 我们用实际的动作 来帮助整个的学习成效 除此之外 经营大学被列入 无法商类大学全国第九 私校第五名 与清大成大等校 并列为六所 聚超强特色大学 校方也表示 除了肯定教职员 在教学上的精进与努力之外 近年来也积极推动 跨领域整合 与拓展国际视野 帮助学子增加学习竞争力 因为跨领域的整合 我们让不同的学科 透过着彼此的合作 来做教学 不同背景的同学 在那个场域里面 学习合作 合作学习 国际学习是我们的DNA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让同学 透过着不同的机制 让他有世界的移动能力 我相信 我们这样子的一些 同学的表现 未来是越来越能够 在整个世界 占有一席之地 而各项指标的优异表现 让人看到了 学校的办学品质 与培育人才的用心 校方也希望 未来能够持续 精益求精 在竞争激烈的 高等教育环境当中 依然保有竞争优势 谢谢陈伯瀚 台中常报道 谢谢陈伯 谢谢陈伯